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先大概画一个草稿 这样子的话我才比较容易继续画 头的部分我先画一个眼圈 手和衣服的部分我就大概大概跟着它画 其实这幅画脚车原本是向左边 可是我们画的脚车是向右边 因为我们房间的位置不是很大 你们看我多么的认真啊 接下来人的头就交给我的妈妈画 首先我妈妈先大概画头的大小 嘴巴 鼻子和眼睛也跟着画下去 还有耳朵 过后我就负责画后面的小孩子 我妈妈就负责画她的姐姐 我们两个就分工合作一起画 OK 现在已经画完那个人了 这个就是我跟我妈妈画完后后的成果 现在就让我调色来涂这两个人 首先放一个米色 那个皮肤的颜色 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涂这个人 首先我先把她们的脸 手和脚都涂米色 过后我就把她们两个的头发都涂黑色 衣服涂粉红色 女生的裤子涂深蓝色 过后我先随便打在层底 把深一点的颜色涂在脸上 我知道我画到很丑啦 因为我这个只是随便打底罢了 打底过后才和我妈妈一起正式挑战画 现在就让我和我妈妈正式挑战涂这个脚车壁画 首先我妈妈先用浅一点的米色来盖过那个脸 看我妈妈这么认真的样子 就知道她多么用心 我记得我妈妈才画不到一分钟 整个图片就变美很多了 过后我妈妈就涂一些深一点的部分 比如说壁纸还有脸 过后我就负责涂小孩子的部分 我妈妈就负责涂姐姐的部分 在这个时候我非常地认真画这个小孩子 因为我要比较美的成绩 对我讲的对真的是不简单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画壁画 所以我觉得画在墙壁比画在纸上会比较难 过后我就把她头发涂一些比较亮的部分 我用灰色来涂一些比较亮的部分 然后我就放她头发萌一点 感觉就很像真正的头发 过后我就开始涂她的手 接下来我们就画女生的衣服 我们就拿一个浅色来涂比较亮的部分 这样子衣服就看起来比较3D和detail一点 最后我们就涂她们的脚 对我来说脚的部分是最容易涂的 OK我们现在也成功画完了 这个呢从头到尾都是我妈妈画的 这个从头到尾都是我画的 其实我画这幅画的原因是因为 马来西亚最近CMCO不可以画粥 而且我又很想念槟城 所以我就打算在我的房间画这个 槟城很出名的角色壁画 而且刚好我房间有空墙壁 所以可以画这个壁画 现在我就要让一些游客来参观我的房间 亜云乎俞乖乖乖乖乖乖我们要不要去旅行 要嘛 这样不相信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去旅行 好你可以穿1屎一屎的 我只能当YouTuber一定是可以穿1屎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旅行 你们有没有记得我等nymi带你们去旅行 我问他可以去韓国 韓国啊? 啊可以到去韓国 韓国感 해 江青 能不能去旅行吗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来来来来 我们去旅行 我們去旅行 跟著我跟著我 我們上去就到那個女的景點了 你們可以去那邊拍照打卡 來跟著我跟著我 來跟著我跟著我 帶你們去玩 我要怎樣去玩 歡迎來到冰箱 這是冰城最出名的壁畫 是我跟我媽媽一起做畫的 一個是我畫一個是我媽媽畫 你覺得哪個是我畫的 你是男的嗎 對這個這個這個 你們答錯了 我試試畫這個 這個啊 沒有啦 騙你了啦 怎麼畫這樣沒 是啦 跟著我差不多一樣 很像那個 房間已經開始表演這個景點了 各位觀眾如果你們要來 來我房間打卡的話 我的地址在這裡 平時兩千塊 今天像MCU比你Discount500塊 我的地址在這裡 你們可以過來我們的家 這很像耶 你們把我這個畫打給我 畫我打成粉 真是很美 很像你知道嗎 打粉 所以這個你看這個 這個是一九個呢 你看它感覺就很像 很古老樣子 這個是二零二零米的 算是嗎 今天十代 這個跟這個真的是有點不同 真的是你們自己畫的 對對對 這個是我畫的 這是我媽媽畫的 很美耶 這個跟餅淇淋有點不一樣 這個是它這邊有藍色 然後 我打三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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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你先穿 我沒有接很糟了 哈哈哈哈 怎樣你們開心嗎 我帶你們去旅行 開心 開心哦 啊 OK 现在换第二批 就是我们的热银盘 OK 我们现在来上去 我们现在要去旅行了 哪有期待吗 我们要去旅行了 OK Welcome to Penang 欢迎来到槟城 槟城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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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猜一下哪一个是我画的 哪一个是我妈画的 我看小孩子 小孩子是什么 小孩子是你画的 小孩子是我画的 小孩子是我画的 哇 小孩子对了 小孩子对了 我来讲是小孩子是我画的 哦 是咯 我猜错了 8分 10分给9分 8分 蛤 8分啊 8分 我给你9分啦 9分啦 那你10分了 太少了啦 还要啦 这样躺清 人看的也12分了 哈哈哈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哥妈画的壁画很美的话 请点个赞还有分享给更多人看 还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给你们讲 就是 我的哥哥已经开了一个新频道 所以你们快去看他的新影片 快去订阅他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要like好 少数点我的推薦了 还有不要忘记打开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WOW criticis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